我要去白窗 大帝军宫 凯旋而归 所以我更希望你 成为一个威风凛凛的大将军 白痴干脱 更进一步 这里是书院 嫁了人的女子再去上学 划天下之大击 郡王爷觉得 只有男子才配得上读书 才配得上学生这个身份 这样的各位 如何为往盛纪绝学 如何为万世开太平 为天地利息 为生民立命 为万世开太平 些许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 搏一搏呢 男儿无愧于心 指的不只是江山大事 男人靠得住 母猪会上树 你上一个给我看看 你个男父 你还黑得像光宫一样呢 当然 民女不敢 这书院你别去了 每一个人生来都有自己的责任 而我的责任就是做一个 需要什么都会 却什么都不用惊得闲散王爷 莫非你真有在那拳头大的吴江府 做一辈子的闲散王爷 这就是你们学的书书里 是吧 荒唐 若是女子也能读经书 写文章 那我们礼乐文明的盛况 就可以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 还有 心 对得起仗 不要做像柳先生那样 交出一人的好福子 你呢 我也会为自己争出一条路吧 我会为自己争出的了 是 你 我会为自己争出的了 我会为自己争出的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